念佛往生是真的 来佛二圣永思集 叙 在整理一位僧人 生平事迹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 他为我们注释表法 细致 深刻 全面 或许是我们 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 致使我们没有多想 也没有来得及去享受品味 以至没有更深层次的去体悟 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 原本就立体丰满 福慧具足 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每天劈柴除草 做农活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上树摘柿子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穿针引线逢僧袍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借杀放生 渡众生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栽种奇花 瞬间开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静宗导师 为之 清传晚连 目至名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欲知实质 自在望生 极乐邦 一位高僧的 真实生活写照 来佛二圣永思集 贤功和尚 佛门榜样 茫茫环宇 无限太空 浩浩神州 中华大地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 中原沃土 人节地灵 虚云法师 红衣法师 印光大师 元英大师 位于中原之中的河南南南阳 更是圣贤辈出 中原四圣 欲满天下 高僧云集 举不胜举 天然禅师 慧中国师 慧中国师 被誉为南阳河上的神慧法师 近代 静岩法师 体光法师 海墨法师 原济 2013年1月17日 任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在中原南阳 来佛寺 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 又一位大德高僧 一百一十二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欲知实质 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 无诸苦痛 潇洒自在 安详事迹 舍报归真 驾连台 往生极乐 逝寿一百一十二岁 僧拉九十二载 戒纳九十春秋 令无数见闻者 叹陷不已 公元2013年 元月二十三日 鼓励 任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 散盖林立 床帆排空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 印涵 印荣 等法师 和珠山长老 以及来自南洋 及全国各地的 三千多名 敬宗学人 为老和尚念佛送行 清泉寺的印生和尚 熬元寺的眼教法师 玉山寺的庙宝法师 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 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师 送读了记文 公元2013年 元月二十三日 鼓励 任辰年腊月十二日 恩师 上海下贤老和尚 法体入纲法会 不孝弟子众等 端身正义 宫殿于恩师 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 及祝佛菩萨曰 圣哉贤功 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 法门向龙 少怀壮志 少龙佛种 拜别慈亲 出家为僧 言识境界 勤修凡横 九十余载 善事善终 绿迹秋气 待人春风 以身垂饭 普利群蒙 春风话语 润雾无声 桃里不严 下自西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诗而明 诗尽归去 福慧圆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 白战圣戏 白战圣荣 起诗再来 莫舍完明 尽力世愿 我佛正蒙 于诗教戒 信授奉行 同心同愿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白忍家风 广眼正法 利药友情 拿摩阿弥陀佛 欲知实质 农历 腊月初六 农物迷空 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 平时老和尚每天凌晨三点 都会早早起来上香 拜佛 念佛 而这天早晨 人们上完早课 看到一贯节俭的师傅房间 还亮着灯光 弟子们进去才发现 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娑婆印坏 净土文成 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时大家回忆起来 才感到老和尚禁断 有很多一语平常之举 老和尚平时大声念佛 十分八分的就躺下小声念了 昨天晚上 打着尹庆念佛念了半夜 我们也没有在意 印保法师说 老和尚圆祭前一天下午 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 和弟子们一起浇水 拔草 平整翻土 一直干到天黑 大伙劝他休息 他说 干完了 以后就不再干了 师傅这话 当时只做平常话 现在想起 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呀 我被淤吃 未能警觉啊 海贤老和尚 往生的二十天前 去到铜百县 平市镇的古丰寺 看望他 共修多年的老朋友 铁脚僧 印墙法师 悟上 老和尚 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 春生居士的手说 我很快要走了 老佛爷 老佛爷喊我去了 春生老居士 不愿听到师傅 说这样的话 便拦住了话头 不许老和尚 继续讲下去 还劝慧 宽解了老和尚一番 离开孤丰寺之后 老和尚又到他 出家剃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 修行过的寺院 各自看了一番 对弟子们说 以后 我不再来了 众居士 皆是看到 师傅身体尚好 病味多享 回来后 对寺内的几个弟子说 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大家都不以为然 因为眼见师傅 身体极其康健 并无半点异常 哪能说走就走呢 现在想起来 是老和尚 欲知实质 再给大家告别呀 老和尚 元祭后的第三天 弟子揭开网声背 瞻仰老和尚的遗容 却惊奇地发现 老人家面带微笑 嘴唇泛红 眉毛 胡子和头发 竟然油白变黑了 在场的数十位 静宗学人 又一次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弥陀愿力的 不可思议 胸有菩提 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 自然极乐在心头 大家于事后 细细回想 原来老和尚是早已 欲知实质 再向大家 再向大家告别呀 人生七时古来兴 贤师 是怎样的羞耻 能够得享 百岁高龄 身心健康自在 临终 欲知实质 安然回归极乐 这是多少修行人 一生滋滋追求的境界 诗 已昔去 余音在耳 人生七时古来兴 在当今 物欲横流的 金贤社会里 贤师 是怎样的修持 能够得享 百岁高龄 身心自在 得以解脱 怎样练就的 清静心 和平常心 怀着静默 带着疑问 在老师傅的高足 引至法师 印含法师的带领下 我被不孝弟子 一行数人 沿着铜摆山脉 探寻老和尚 走过的足迹 家史 贤师 俗姓文 名川贤 自清选 祖居玉南 唐河县 少拜四镇 生于晚清 光绪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父母 父母 即祖父母 皆为 虔诚的 佛弟子 耕读传家 乐善 好施 被乡中 赞为 大善人 俗语云 宁为 太平犬 不作 乱世人 贤师 姊妹 五人 父母 于苦难中 将几个儿女 拉扯成人 其中之苦楚 自是 不忍 称说 贤师 十二岁时 家乡 大旱 父亲 出去 桃荒 要饭 在湖北 隋州 遇到 土匪 抢劫 火烧 村庄 父亲 就挑水 救火 后被返回 查看的土匪 活活 打死 劫后 回村的 村民 看到一群 恶狗 在为 维护 他们家园的 恩人 守施 贱 见者 无不为之 痛哭泪流 狗 尚如此 知恩 报恩 何况 人呼 村民 眼寒 热泪 携母亲 送师 还乡 以长辈之礼 安葬 师 七八岁时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 警醒了 对坚定不移 走上念佛 求往生的道路 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那时在老家 爸妈秉性不好 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 邻舍人 经常谩骂和打架 曾有一次 他骂 打 五婶时 把五婶衣服都给撕掉 扒光了 再后来 接连发生了许多 当时还不知道 是恶因招致的恶报 爸妈 接连生了四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 最后 爸妈的舌头 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就是人们俗说的 嚼舌根 鲜血直流 以至发展到 整个舌头 被自己咬掉了 吃饭都吃不成 后来 爸妈在三十二岁 生女儿坐月子时 也痛苦地死去了 当时 死亡的那个惨相 把姐姐都给下意证了 八爹 也连气带病地离世了 当时 母亲对他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 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母亲的话 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师十二岁时 种了一个大冬瓜 却被堂弟偷了 他就小声念诵 谁偷了我的冬瓜 就叫他 就叫他掌窗害病 谁知道 三天后 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 沈娘找到他说 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你个冬瓜 你就皱得他浑身掌窗 疼得喊爹叫娘的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 快叫他好了吧 快叫他好了吧 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 哇 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 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 这件事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 能够成就正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岁时 贤师腿生雍窗 大幅溃烂 母亲围之四处 访求名医 全然回天伐术 师已知因果 叹曰 妙药难医 冤孽病 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月于天后 顽疾 不要而遇 师 由此 月发坚信 佛语制成 却无狂语 菩萨所言 渡一切苦恶 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劫 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 轮回路险 此生世大 岁生起初离之心 民国九年 十二十岁 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铜柏山 太白鼎 云台寺 上传下届老和尚坐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替度 赐发名曰海贤 贤师于二十三岁时 赴湖北 荣宝寺 受巨族戒 传戒师 本是林济宗 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然而 却不曾教授贤师 参禅打坐 也没有教授 讲经说法 违传六字鸿鸣 主旗一直念去 杰鲁共修 贤师曾先后在 铜柏山的 朴华寺 云台寺 塔院寺常住 开墾过十四片荒山 住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墨发师 四大队寺 发名映玄 一起在塔院寺 节庐共修 海墨发师 出身书书书 曾是黄埔的学员 喜言精教 擅长演说 1968年 海墨发师 闭关念佛 求生极乐 最终欲知实质 夫作而记 体光发师 根性非凡 曾亲近过虚云老和尚 元英发师 来过禅师 等大德高僧 深得虚云老和尚嘉许 2005年腊月 体光发师 端坐入灭 被公认为是 得虚云老和尚心印者 古德曰 心智虚实 能受益 是非经过 不知难 贤师 每每提及 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 二位法师的 修持功夫 其自卑而尊人的 广阔胸襟 令人 不知不觉 便从心底 由补兴地生起 清静之意 逆境精进 1969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文化大革命赞叹 红卫兵到寺院里 图广赞叹 图广赞叹 中文化大革命赞叹 中文化大革命赞叹 更难能可贵的是 称呼他 文化大革命赞叹 带行事稍松一点 便又赶回寺院 寺院没有了户口 全靠在山上挖野菜 在树上摘野果吃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多年之后 当弟子们向贤师问起 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有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 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道当之 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师的舍利塔 然而 却没有见到铃骨 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 贤师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 找到了传戒师的灵骨 心中暗暗赞叹 老和尚果真不凡 却又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于是将传戒师灵骨 妥善保存 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 多位同门师兄弟 将师父的灵骨 重新践踏 安葬 来佛古寺 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 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来到塔院寺 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 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 南阳来佛古寺 位于河南省社旗县 饶梁镇西南 相传在隋唐年间 有阳侧镇梁商王居士 驾牛车 去圆潭镇饭梁 徒遇三位老人 打车同行 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 待次日黎明 却见三老 以化为三尊十佛 众信士 因而便在此处 兴建道场 取名曰 来佛寺 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只因宝经战乱 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贤士生物 偶艺大师 赞叹莲池大师时 所讲的 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 仅修起大殿三间 和西乡房的 罗汉殿三间 所供奉的圣像 均为泥塑 肉身菩萨 树精沧桑变迁 几度江山一主 当年 殿雨宣昂 如今尽环太虚 然而 虽是空门凌落 信息正法有存 古雨有云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 毫不起眼的 乡野荒庵中 就是这 泥塑佛像 和破旧瓦房 却成就了 震惊环宇的 两位神僧 一百一十二岁 自在往生的 上海下贤老和尚 和他的师弟 肉身菩萨 上海下庆法师 海庆法师 俗姓李 惠富贵 祖居玉东南密阳县 生于晚清 宣统元年 因出身寒威 未曾习书学文 然天性人厚 生来 贤孝之礼 十一岁 归以三宝 离万东罗汉山 清凉寺 传东法师 为剃度师 此名 海庆 十四十二岁 入来佛古寺常驻 专修净土 老实念佛 一九八九年 往白马寺 寿巨族界 一九九一年 腊月十一日 诗谈笑事迹 自在生息 世寿八十二岁 僧辣七十一年 师座刚六年九个月后 其介兄 上海下贤老和尚 发心 为之涂皮 入塔 寿巨开启 中介惊叹 为剑庆施 夫作 微然 面貌如生 乃至所着 衣物 亦 仙毫无损 四众 之士 金刚 法体 全身舍利 遂将其 供奉寺内 招募 礼拜 二零零六年 广州大德 李元天居士 新闻 庆施圣祭 被生敬仰 乃发心 为其贴金供养 初月 庆施生平 四觉 平淡至极 除却一生 阿弥陀佛 圣号 尽无他物 可言 然 喜家 玩味 一门 山路 常识 熏修 岂非 是 暗和 道庙 处 吗 心下 会晤 使信 大道 至简 生佛 不二 念佛 是因 成佛 是果 如是 而已 自 有敬业 学人 为师 赞曰 一句 弥陀 法 忠王 七十年来 心中藏 不参 禅礼 不言 教 不解 精咒 又何妨 信 深 怨切 执念 去 自然 花开 极乐 邦 留子 金刚 不坏体 正转 法轮 肚 迷 忙 戏观 佛 手 低垂 处 恰似六祖 驾 慈 行 金钱 祈祷 连 台 下 求师 引我 出 梦 香 2005年 已是一百零四岁高龄的贤师 为了给庆师装饰今生而远赴广州 与西藏十一士班禅俄尔德尼不期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制成邀请与贤师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国际 国际著名书画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 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经验老实念佛的结果 张先生制成鼎礼 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当即挥豪 引了一首阳万里的永菊 施赞贤师曰 悟性从来各一家 水滩寒寿雁年华 菊花自责风霜国 不是春光外菊花 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一日不食 是古代佛教丛林的农禅旧制 而老和尚 直到往生前一天 还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 一百一十二岁高寿的他 思维敏捷 身心康健 从没有德高望重 年岁大 需要人超过的想法 他不但生活自理 还坚持农田劳作 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 千佛寺 来佛寺 元明寺 涉及居士林 南阳一屋念佛堂 六方佛堂 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农具 农具坏了 他亲自修理 衣服破了 也亲自缝补 自己的事情不劳 别人染纸 贤士曾先后在 铜柏山的桃花洞 云居寺 塔院寺 常住 那时 由于山道崎岖 寺院偏远 人际罕至 很少有居士和乡人供养 所以 僧众一日三餐 生活全靠自己操持养活 尽管 大家的生活 极简单 清贫 但如果没有自己的心情 劳作 真连吃饭都成问题 更别说 能念佛羞耻了 那时 他年轻 勤快 干啥都不犀利 凡是挑水 洗菜 做饭 洗刷锅碗 样样干到前头 尽量不让师兄弟们插手 心里总想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同时 把寺院上下 里外 甚至厕所 海鲜都打扫 整理得干净 无染 使人置身于 舒心环境之中 就连师兄弟们的衣物 佛事 摆过十四片荒山 终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 他住过的 他住过的寺院 都保存有平常做活的农具 走到哪里 干到哪里 居士们清楚的记得 在他一百一十二岁 大家到寺院看望他时 他正在把自己挖出的一个大树疙瘩 进行破解 准备寺院里做饭食用 下午 又跨着锣筐 到寺院种的玉米地里 收窄玉米碎 当他坐上居士门 接他到南洋的轿车时 还不时回头 一次次张望着寺院门前 那一排怒放的机关花 和他亲自栽种的 名字叫七点半的西式奇花 七点半花开 花开见佛 一花开时百花开 那是他亲手栽种 浇水 拔草 细心管理 才开放出如此火红美丽的机关花朵 应衬着一百一十二岁老和尚 纯真 纯净 纯美的心境 轻轻翠竹 尽是发生 郁郁黄花 他无非薄弱 海贤恩师 一生没有豪言壮语 从来不做金颤佛事 但他不论贤忙 佛号从不离口 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 都含有无上禅机啊 他还对我们说 念佛修行 要能吃苦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不能图供养享受 他形象地说 吃苦力 穿补力 想当和尚 会当婆娘 是啊 我们亲眼见到 即使现在 他已经一百一十二岁了 若到哪里去 总是仍然带着针线包 锥子 锥子 简子 等小工具之类 凡自己用的 穿的 全是自己洗洗 自己缝缝补补补的 从不张口麻烦人 他说 我还能动 眼又不花 能干的自己干 啥都叫人 叫人伺候 那就退坡了 2012年3月 老和尚在元明寺 参加观音法会 弟子 印容法师 孝敬他 一件僧袍 老和尚 试穿一下 感觉有点长 当即脱下来 自己 非针引线 撩起了袍边 这一幕 被参加法会的居士 抓拍了下来 成为世间 最为珍惜的镜头 孝亲尊师 世上有一种情感 不能忘 那就是母爱 有一种事情不能等 那就是笑 闲尸的二哥和弟弟 相继去世后 闲尸就把母亲 接到铜摆山上 校养 1957年冬 母亲突然提出 要回老家居住 闲尸苦苦相劝 终难挽留 只好顺从母亲返乡 暂且住在生产队菜地里的两间茅屋里 晚上 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烧信 要她的女儿 侄女都回来 第二天中午 紧喝点女儿 拿回来的罐头汁 自己又到厕所方便后 坐在椅子上 说了声 我走了 只见她 头一歪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 她八十六岁 自在而逝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尸为母亲念佛三日后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尸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 无边深恩 八年后 贤尸发心 为母亲千坟树碑 起料掘开墓穴 竟然空无一物 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 敬业正音 莲池大师曰 父母离尘够 子道方成就 至于贤尸之母 是否乃菩萨硬化 如如达摩跨旅般游戏神通 我被凡夫自是不敢忘断 然而 贤尸对此母至纯至真的 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感动 在他被红卫兵 勒令下山还俗的时候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 可是墓穴空空 只好坐吧 贤尸在墓穴底下的石板下面 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到高僧 早知由此一解 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 师父骨灰去向 他尽管历尽磨难 始终守口如瓶 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 还嫌老和尚 有亲帅弟子们 为师父在骨灰山桃花洞旁边 重新修他安葬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没有香火供养 几乎是海贤一个人 辛勤劳作 供养五个年劳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无论是在寺院 还是在佛堂 每年的清明节或十月一日 他都要悼念着 我得赶紧回去 我得赶紧回去 十月初一 马上到了 我得再回老家 上坟祭祖 还要到铜百山寺院 再去祭拜我的师父 海贤是孝亲尊师的典范 在他所视线的百年修持生涯中 让世人清楚地看到 并认识到佛教是圆满的因果教育 是和现世人们生活中的伦理 道德紧密结合的 绝非是渴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或世外桃源 花开见佛 老和尚来南洋 总在义乌念佛堂 留居士家住 他总是在夜里 两点多就起 上香 念佛 拜佛 绕佛 一天早上 香炉里 插了十二根香铅 好奇地问他 师父 今天怎么上这么多支香呢 老和尚说 天际不可泄露 我说 我不泄露 你只对我说吗 停一下 他又说 我看见满天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才点满炉香 又有一次 刘居士试探问他 师父 您老看见阿弥陀佛 他给你说什么没有 师父说 我啥都知道 天际不可泄露 停顿了一下 又说 老佛爷不让我走 叫我表法力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 他看到居士们拜佛的姿势杂乱 不够微移 随即给大家做示范 拜佛心要成 几两板要平 放碗水都不洒 拜下去时 姿势要像青蛙 边说边拜 示范了几遍 平时 他从不在拜地上拜佛 总是在地面上拜 对佛 恭敬真诚到了极点 他说 拜佛是要拜出自信 拜出清净心了 海贤老和尚对我们说 在他眼里 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经常充满发喜 心里才能清静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 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 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缘 心里就安心踏实了 先被寻常雨 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儿童 其念弥陀圣号 深感震撼 一团毛草 乱蓬 目的烧天 目的空 正似满炉 微古驼 慢腾腾地 暖哄哄 慈悲 为怀 同心 同趣 闲尖尸一生 性情温和 慈心爱物 真诚善待 一切众生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 发过脾气 也没见他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无论男女 老幼 僧家 俗家 清尽贤师 未有不生欢喜心者 老人家曾多次教会弟子们说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每当举行大型放生法会时 他总是提前准备好僧衣 法器 及早述洗 赶紧整洁地早早来到法会现场 自始至终保持慈悲微笑 又不失佛教威仪 白河放生法会 老和尚尽力把瓶中甘露 菩萨众生 成了他一生表法的写照 在接受居士们问讯供养时 总是满脸慈悲 又总是主动配合 不厌其烦地和一波波居士合影留念 或单照 或多人照 或全家福照 尽量满足居士们心愿 往往一个法会 要从早上直到下午一两点 但他一直精神饱满 没有一点厌烦和疲惫之举 使居士们深受感动 要知道这是一位百多岁的老人啊 年轻人都感觉累 难道他不感觉累吗 特别是当老和尚 又随车辆到山上放生鸟足时 他深情地亲手打开鸟笼 用充满慈悲的眼神 望着一只又一只 飞向树林 飞向蓝天的小鸟 满是皱纹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平和慈祥 有一天 老和尚像往常一样 午后不休息 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 转一转 边走边默念 拿摩阿弥陀佛圣号 这一片玉米地 平日心情耕耘 用作四里僧众 与居士们挂单的生活补贴 当他走到东北角时 突然听到玉米地里 一阵吸缩和弄擦的声音 顺着声音向地里看去 只见一位壮年村民 正在偷摆玉米碎 往大布袋里装 那人看到他 紧张害怕得不知所措 老和尚连忙打着手势 轻轻地对他说 莫着急 你要掰就减大的掰 说吧 就绕着走过去 以后 每当那人 见到老和尚时 眼神里都充满 钦佩和敬仰 寺院外有块咸地 平时种些菜和杂粮 行人有时走路 不小心会踩坏苗子 我想把这个路边堵上 恰巧旁边有两个 闲置不用的大石滚 就过去推石滚 由于石滚太大 太重 我使劲晃了几晃 都纹丝不动 海贤师傅看到后 走过来弯下腰 一使劲儿就把大石滚挪到了地边路口 都不知是咋回事儿 搬动的 还一直揣摩着 师傅咋有那么大力量 海贤师傅真是菩萨心肠 对众生慈悲到了极点 在寺院内外 海贤师傅看到有猫狗等小动物来回出入 就把供果、食品给他们分食 并嘱托我们不要打 不要伤着他们了 他说 这都是众生 跟咱们人一个样子 都有灵性了 我和师傅在寺院开了荒地 在有活儿要干时 海贤师傅总是说 你不干了 我来干 你念佛去 他经常对我说 念佛念到一定时候 不管啥时候 都在念佛 别看我在干活儿里 我还在心里 时时念着佛里 我明白了 师傅把时时处处 都看成是念佛修持的道场 处处都是在念佛禅定中啊 2008年那年夏天 我正在大殿前送无量寿经 被南面刮来的 烧结杆的浓烟 熏呛的直流泪 应容对坐在旁边的海贤师傅说 烟气嫩大 熏得都送不成精了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随手拿起一个塑料编织袋 向南删了几下 浓烟果然很听话似的 吊头向南倒过去了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惊呆了 抬头看看师傅 还是那泰然自若的样子 2008年夏天 多日无雨 重的菜叶都晒卷枯了 寺内也无电视 也不知道天气预报 有关气候变化情况 有天下午 师傅叫大家和他一起 把寺院里排水沟 全部疏通一遍 大家心里纳闷 晴朗朗的天 汗成这样 咋想起来清理水沟啊 也没敢多问 谁知第二天 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足足下了几个钟头 由于提前疏通了排水沟 寺院各个房间 都没进水 当时我们就默默地想 师傅老人家 是咋敢知天气变化 要下雨嘞 是呼风唤雨 解除民幽汉情呢 还是有卫不先知的神通呢 卫为身躯无常生 只为众生 示法眼 竭尽全力泼干路 但愿众生勿真远 愿老和尚 往生极乐 联品增上 愿老和尚早日 到驾此行 成愿再来 广洒干路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印生法师 讲述了海贤法师 旧狼的传奇经历 当海贤师傅 看到圆明寺 寺院观音殿前 大梧桐树枝下垂过低 妨碍来往信众 就拿着斧头 巨刀 爬着梯子 上到树上 修刷树枝 一百一十二岁的老人啊 万一有个闪失咋办 高兴的是 师父都一百多岁了 还能自个儿 上到树上干这活 真是咱佛门的 僧宝啊 师父像是看透了 我们的心思 笑着说 没事儿 没事儿 有佛在心里呢 我在念着佛里 2012年 农历八月初九 南洋几位居士 到来佛寺 看望贤师 贤师 在送他们出寺院时 忽然 童心大发 亲自搬着木梯子 爬到寺院里 柿子树上 摘了一筐柿子 下来后 一一分送给 每位居士 大伙儿 见此场面 无不叹为观止 一位居士 拿出摄像机 为大家录下了 这段精彩至极的资料 看着一百多岁的老和尚 爬高上低 那种慈悲真诚 居士们把柿子 碰在怀里 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同时 也是居士们高兴 敬佩不已的事 老和尚 这样高龄了 还这么硬朗 真有福报啊 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 还作何感想呢 佛门又连雨曰 头起针来 果能螺石一惊 寸金一化 吃了饭去 不学弥勒大度 滴水难消 能辱贤师者 千年试问 几人比 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 真正绝妙 道者方知 唐代禅门高僧 赵州和尚 因八十行脚 而被传为千古美坛 可是 要和咱们这位 只会称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 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 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 也该自叹 服辱了 柳子洪明之 微妙南思 于此处 亦可见一般 从前有一段时间 闲师看到几个师兄弟 在一旁 总对他指指点点 好像在议论着什么 也不在意 直到有一天 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市 问他是否和某个女居士 发生不正当关系 是有人亲眼见 才向他报告的 直到这时 亥贤才明白 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他当时对师父跪下说 徒弟海贤 我绝无此事 仿佛 谎言说了一百遍 就会成真似的 此事 越传越离奇 简直说的 有时间 有地点 有鼻子有眼似的 使海贤受到了排斥 一些师兄弟 也都不爱和他接近了 但他的心情很平静 相信总有一天 会真相大白的 不久 一个外出的师兄回寺 听说后 马上站出来澄清 当着师父 僧众的面 证明 那几天 他和海贤师弟 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 是山下村民 来帮忙干活 他一直和海贤 住在一起 绝无发生任何事情 这时 海贤的清白 才得以澄清 但他一直没有半句埋怨 和指责说瞎话的人 在海贤老和尚 近百年 念佛修持生涯中 尽己全力 为社会 弘扬静宗道场 视线了 住世佛菩萨的 慈悲形象 虽然老和尚 没有叱咤佛界的 惊天动地之举 但他的慈悲 纯净 纯善 却给世人留下了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贤老和尚 从不做什么 佛式精颤法会活动 只讲让人 专念阿弥陀佛 每当他接受社会 和居士们供养时 总是把钱 财物留下印经书 和用于放生 或用于修建道路 和改善寺院环境 不留分文 不留拐杖 戒指 只有随身的法衣 和一颗念佛的心 百多年来 经过他双手 开挖的土地上百亩 供养僧众 居士成千上万 参与修筑当地桥梁 河道 防射 不计其数 由他亲寿的弟子 出山后 遍布大江南北 真是逃离满天下 五台山 普陀寺 少林寺 白马寺 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 徒孙 不胜梅树 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 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 红法 历生 多年前 电工月底去收费 老和尚说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 这个月咋这么多啊 这个壮年人 二话不说 巴巴就给老和尚两个耳光 强行收了费 当时老和尚一声没吭 但可把在场的其他人气坏了 纷纷抱不平 老和尚拦着说 忍忍算了 能忍就心里安生 他打了 算是给我抓养力 唾沫吐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跟人不要争高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自安啊 有一年 当地一位干部 生了一场怪病 久治不愈 十分吓人 可到医院里 就是检查不出来病 人们都说 是那个干部 对海贤老和尚 太苛刻 歹毒 而受到的报应 原来 主持寺院的海贤 打算在寺院地上 建房 供养信众 可那个干部 偏偏不让盖 千方百计 予以阻挠 并当着众人的面 用手指导着海贤狮的脸 羞辱道 就凭你 要把这房子盖起来 我这干部就不干了 贤狮一言不发 也不生气 也不争辩 后来 在这位干部 出外回来 贤狮 已经把大殿和偏殿 盖好了 接着 这个干部 就犯起病 起不了床 上级也宣布 他被停职了 尽他亲手创建的寺院 红法道场很多 曾是南阳紫灵山寺的 开门鼻祖 南阳百佛寺 铜百四钩 塔园寺的当家师 当他先后到 设起来佛寺 千佛寺时 用居士们供养的钱 购买土地 扩建房舍等 万事俱备后 却干居二线 而让弟子主持单纲 多年前 某著名南方道场的弟子 拜请他去 当地各界 和广大居士 久仰老和尚圣名 正向一堵大德风采 当场供养数万元 然而 在他回归时 却分文未代 全部留在了寺院 如今 年于一百一十二岁高寿的 海贤老和尚 一年大多奔走于 南阳诸多寺院 和居士念佛堂之间 滋滋不倦地 践行着佛陀的教会 把一颗慈悲 仁爱之心 奉献献给了天下众生 奉献给了至善圆满的佛教事业 持戒经言 老实念佛 贤师尽遵传戒师 戒训 一生为耻 六字鸿鸣 时时刻刻 日日月月 年复一年 不曾间断 每天早起拜佛 念佛 他拜佛时 坚持不用拜垫 念累了 拜累了 就睡一会儿 醒了再接着念 接着拜 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在大殿 在田间 在山林 行住坐卧 片刻不曾丢失 他常常告诫身边人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2012年 中秋的一天 贤师正在劈柴 几位外地居士 到寺院念佛 大家求老人家 慈悲开示 贤师一边劈柴 一边说 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又笑着告诉大家说 俺这是小庙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 能受苦 才能了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先被寻常雨 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儿童 其念 弥陀 神感震撑 神感震撼 最后被发现后 强制送返 堂和老家 生产劳动 当时 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 默默念 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 偷偷拜 后来 行事稍一松动 便又赶回 寺院 不能公开活动 全靠在山上 挖野菜 吃野果 喝清水 艰难度日 就这样 过了一年 又一年 多年后 当弟子们问起 师父为什么 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有读过书的老人 却脱口而出几句话 学道当之 心是佛 修行应以 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结束后 来佛寺的居士们 到塔院寺 迎请贤师 前来主持政法 恢复道场 宝金磨难的贤师深恶 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 仅修起 大殿三间 和西乡房的 罗汉殿三间 所供奉的圣像 均为泥塑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忍 2008年秋 贤师在传一博 与印制法师之时 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庙 就怕没道 不聋不瞎 不配当家 古德曰 养成大桌 方为桥 学道真与 使之贤 用在贤师身上 正恰如其分 上进下空老法师 赞其为 海惠圣贤 有一次 他在南洋 六方佛堂 拜佛 居士说 给您屋里 放一尊佛像吧 他说 我烧香 主要是把 自信佛念出来 就成功了 2012年10月 老和尚在世间的 最后几个月 南洋的一些居士 对老和尚 进行了一次访谈 有人问老和尚 念佛的感应 他说 啥感应稀奇 不要求 啥都是自然才好 老和尚又若有所思 像是透露天机似的说 念佛啊 我每天晚上在念佛时 只见床上床下 屋里屋外都是人 挤得满屋子都是众生在听我念阿弥陀佛 到了早上起不来时 就听见有人在耳边喊 快起来 念佛了 真是妙极了 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认得一个字 不认得一个字 上山剃度后 师父就叫俺光念阿弥陀佛 叫俺明白了 不要乱说 不能说 不要指手画脚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老佛爷 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啊 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 要跟他去 可老佛爷都没叫我跟他去 说我修得好 再多活二年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 当居士们问起贤师 念佛有何境界时 老人家复之一笑 绝口不提 佛门历来的规矩 宗门忌讳说境界 教下不许谈功夫 当年 元英法师也曾有家言 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 切记任影迷头 向外寻觅 心原是佛 但向回光返照 直下承当 由此可见 闲时至此 已非 弥陀门外客了 老和尚对自己 往生极乐世界 很有把握 我往生时 不用注念 靠自己念佛 让别人注念 没把握 不牢靠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 前几年 老和尚总是说 我要赶紧念佛 求阿弥陀佛来接我 年纪大了 再不走 会给人多天麻烦了 2012年端阳节前 我问他 你总见到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 给你说啥了 老佛爷 不让我走啊 叫我表法力 我一起 这一年 多来 凡是他创建 住过的寺院 或是徒弟们 主持的寺院 他都要去住一段时间 特别要到很穷的圆明寺 而且这个寺院 只有一个僧人 还是出家时间不长的二僧 他说 这个寺院特穷啊 我去住住 那里的香火会旺些 其实 他到哪个寺院 和念佛道场 无形中 都在 为人演说 和表法 当人们知道 他吃素念佛 一辈子 活一百多岁 还能 破木柴 除地 把草 穿针 干各种活 无不泽泽 撑其 不少有缘人 不少有缘人 因此 进入了佛门 都生起了 吃素念佛的 善念 和精进 念佛心 2013年的 元月13日 即是老和尚 往生的前三天 我们带着 若要佛法心 唯有 僧赞僧 一书 去看望他 当他听到 这书的名称 就非常欢喜 主动去取出 他很珍惜的 袈裟说 我穿上这衣服 拿上这书本 你们给我照张相吧 好像他知道 这种表法 是最有意义似的 完成最后一次表法 那是集结当代 众多宗派的 高僧大德 与净土法门 当今的导师 净空老法师之间 相互赞叹的一本书 有军士问 老人家 你知道净空法师不? 阴贤师 从未看过光碟 哪知老人家赞叹道 再来人 并再三告诫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 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 说话口满了 可不好啊 当我们要离开时 我们几个居士便亲切地 簇拥在海贤师父身边合影 此刻 我清楚地看到 他一脸的喜悦 呈现阿弥陀佛像 非常殊胜 我无比激动 虽不自禁地跪在海贤师父面前 您老人家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记着 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啊 他满脸堆笑说 接 接 我忽然闻到一股奇香扑鼻 便马上问其他人 他们也都同时闻到了浓浓的香味 前后持续了大约两三分钟时间 当老和尚送我们走出大门时 又叮嘱我们 要念佛啊 其余啥都是假的啊 并告诫我们说 我早晨三点钟 有时一点就起来念佛 我有时念佛不出声 在心里念 我马上意识到 他那是金刚持念佛法 时时处处都是禅定 都是在念佛啊 成师一训 弘扬 弘扬 敬踪 弘一大师 曾有记曰 阿弥陀佛 无上一王 舍此不念 非知济狂 闲师的弟子们 亲见了老人家 往生的殊胜庄严 对净土的信心 一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 印寒法师 和元明寺住持 印荣法师 也都表示 到场以后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 专宏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 尊尊教会和殷切期望 阿弥陀佛 一句佛号 修净土 浓缠病重 度春秋 修得万事 无所求 智朴性平 慈悲心 随缘自在 度众生 身受弘法 无虚言 欲知实至 驾鹤去 九品莲花 极乐国 礼杯明智 面怀失丰 德系贤公 安详世纪的消息 十方大德高僧 佛门 佛门四众弟子 纷纷前来 拜瞻圣荣 面怀失丰 礼杯明智 宋师西行 在四众弟子 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发体 夫座与受线 输与受纲之内 藏于 来佛寺塔院 老和尚的弟子 来佛寺住持 印制法师 千佛寺住持 印含法师 与四众弟子 在老和尚 归西百日之际 为他举行了 盛大的纪念 礼杯法会 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 以及河南省 佛教协会副会长 昌平法师 参加了 礼杯法会 并致辞 这正是春风话雨 润雾无声 桃里不言 下自西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来佛故寺 引诗而鸣 诗经归去 福会圆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小弟子 百瞻圣荣 启师再来 莫舍完明 经历誓愿 我佛正蒙 于是教诫 信授奉行 同心同怨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白忍加风 广演正法 利要有情 师父啊 盼您早回来 早回来 当代 静宗导师 德高望重的 上镜 下空 老发师 对 贤师 大为赞叹 为贤师 亲笔 提写了 木志明 碑文 和碗莲 当代 静宗导师 德高望重的 上镜 下空 老发师 得知 海贤老和尚 自在往生的消息后 大为赞叹 为老和尚 亲属 对联 一副 四十八院 一部大经 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 专宗宽 专宗 专户正法 重返 缩 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词戒律 似众亲养 老实念佛 道在平常 净土大经 诸佛密藏 一句弥陀 甚深妙禅 百依十二 老当义壮 唯僧赞僧 佛门兴旺 红富贤愿 表法离账 续佛会命 功德无量 自在往生 道驾慈航 上进下空老法师 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 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 皆碑 法会 亲笔致寒印斥法师 印致法师道鉴 感谢法师香妖 为令师皆碑 然 尽空风竹残 缘味成熟 力不从心 一心志在讲经念佛 恐为客宫与其会 请法师见谅 令师正知正知正见 老师修行 护持法门 续佛会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 法师等善称 信措 六合道场 白人 家风 广眼 正法 力要 友情 天人 赞叹 端预 道夜精进 道风 远阳 法园 书胜 法轮 长转 净空 紧距 2013年 4月 10日 海贤老和尚 在一百多年的注释修行生涯中 以戒为师 以苦为修 道心坚固 实戒经严 他质朴实在 平易尽人 一生 淡薄明丽 从不沾染 虚荣头衔 他随俗入园 横顺众生 像一碗清水 照人 照物 润人 心田 他身居南洋 设起来佛寺 乡间小寺庙 几十年 农蝉病重 菠萨菩提 田间耕地除草 寺内燃灯焚香 披柴做饭 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经颤佛事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在田间 在大殿 在梦中 行住坐卧 片刻不曾丢失 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 班柴运水 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 皆是修行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要和咱们这位 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 也该自叹服儒了 六字鸿鸣 只微妙难思 与此处亦可见一般 僧宝不思义 身披三世云衣 福杯渡海 刹那时 复感应群姬 看作人天 功德主 坚持戒行无尾 我尽其手愿 正西藏提携 阿弥陀佛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净空老法师总结 海贤老和尚表法的意义 一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修行人的最好榜样 他一生老实专念一句佛号 没有涉猎其他法门 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总名号 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尖叫 全在这一句佛号中 念阿弥陀佛 得佛力加持 心地清净 健康长寿 一百一十二岁 自己照顾自己 精神 体力跟年轻人一样 一生持诸佛念佛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看到他的表法 学佛的人心就定了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必定得生 圆满无上菩提 真正不可思议 二 老和尚的表法给我们证明 第一 夏连居老居士的绘集本是正确的 不应该怀疑 第二 黄念族老居士的集注也是正确的 是正法 第三 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 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 没有错 我们学习大成无量寿经科注第三回圆满 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的表法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世尊跟连功大士为我们试转劝转 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 海贤老和尚是做正转 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不信吗? 第三 老和尚为我们末法时期 在斗争坚固的时代 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万元放下 一个人默默地认真苦修 心里清净 平等 自在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他真有智慧 真有定功 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说 吃苦耐劳 忍人所不能忍 从事农耕 自给自足 明文立养 一点儿都不沾 所以没有人干扰 没有忌妒 障碍 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要天天看 每天看三遍 一年看上一千遍 每天念一万声佛号 确实能兼顾我们的 道心 信心 愿心 决定消罪业 决定往生净土 老和尚最后的法表完 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了 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 我们要继续表法 如法修行 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 给世间人看 是 老母人看 你是 老母人 死世间人 老母人 死世间人 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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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